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点12月18日 其实是17日 制作的晚一点就变成18日 这里已经是下半夜了 但是在国内 是8点 0点13分 这里是0点13分 国内呢 应该是白铁 对吧 这个应该是晚上 我们这是凌晨 不许管 这里是黑白颠倒 黑白颠倒无所谓 关键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 在这里言论是自由的 你随便讲 你批评特鲁多也可以 没有人去抓你 在中共国不行 中共国如果你讲错的话 尤其是批评领导人 就可以闯下大祸 祸从口出 如此高压统治下 竟然有人就是出版杂志啊 而且是公开出版的杂志啊 叫杂文选刊 哎 今年最后一期 出了大事 刚才看到海外万倍吧 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包子受辱啊 正在紧急回销 回首销毁 这本这份杂志 什么杂志 就是咱们选开 给大家看看 这本杂志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封面闯下过了 你看有没有 这很有意思啊 画了一只大手啊 这个手在指你方向 但是人们厌了这个手的方向前进呢 就最近的万丈悬崖 悬崖消避 那么这只手是谁的 那一看手就是习近平 对 为什么你看 这个只有他有这个能力 指引方向 是吧 你看那个文学城去年 之前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有人做了统计 习近平 比全世界 不仅是中国 全世界指引方向 指引了数十个方向 但是每一个方向都搞砸 虽然按这个方向往前走 虽然就是 看不到前途 甚至最近万丈 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另外你从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是画他的手 为什么呢 他这个衣服啊 其实是长层长层的钻对气的 你这个手也是小手 人们验着他这个手指 这个雾名指走下去 然后就摔下去了 一个接着一个 而且你又不得不跟着他走 这真是孙公国目前的这个生态 一党的愉快 愉快领导 两个维护这个西河心是吧 个人又独裁 又特别霸道 你要不按着走他抓你 按着走你就倒霉 所以这个杂文选刊 这一期真够猛的啊 而且你看他这个要文版上 还有演戏和看戏 就一直吸一瓶 每天都在演戏 别人看着头脑很清醒啊 这个杂文选刊 在南方周周末曾经介绍了啊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的旁边 还有一个排行榜 就是说这个 现在的杂志啊 现在这些受欢迎的文章 有多少人看 还有排行榜 排行榜那边就有那么一个 一篇文章就讲的 评大陆火爆杂志 这里面就讲到了啊 讲到了是排到 点击啊 排到前面的第五名 他这 他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人发了一个伯格 这个伯格上面 也是引用了这么一个 也把这个封面放在上面 但是万维网今天这个 这个推特是由 这个蔡霞 原来中央党教校长 中央党教授 蔡霞在社交媒台媒体上 发表的文章 他说这本杂志 今年最后一期 也是中期 明年就停刊了 编辑不豁出去了 发展 封面 地图 引发世人观众 一只伟大的手指引着方向 去此万丈深渊 众人潜伏后继奔向深渊 这是当前行使最形象的表达 目前 官方是在紧急的回首 销毁这本杂志 买不到了 推友们留言说 指明了最落落的方向 我把整个杂志都爬下来了 有空会根据需求调整格式 包子的志向早就指明了 让大家准备好最后一碗 敏作军粮 最后一个轻骨肉上战场 意思就指引大家山穷水心 渡入绝境 这是这篇文章 这里有一个截图 这里有一个截图 给大家看 就是蔡霞发的 发推特截图 给大家看 这个文章今天 好像非常给力 那么我刚才查了一下 还有一个叫 幸福剧团的博客 他在这之前就发表了 他这样讲 南方都市报 报道 杂文选堂 以真贬实力 稀平世俗 反思历史 解读人生的定位 公开 公正 深刻 辛辣幽默 压述共赏 生动鲜活的风格 吸引了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 不同爱好的读者 就这么一句话 然后呢 下面有很多人在留言 这篇文章 回合最后说 在中国 任何历史都只当代史 所以要听开 到我查阅间有9772人 这件影响很大 那么今天万维网把 蔡霞就推特发了以后呢 更是看的人更多了 他说去Google搜索一下 可以找到这样的信息 这些信息 似乎电子版还能买到 我没看过这本杂事 我估计就是全世界各地 各种杂文 杂文不都是批评的吗 是吧 肯定看的人很多 他说向编辑们致敬 幸好互联网有记忆 这张图不会被消失 喜欢这张图很久了 如果真的在那 哪里能买到这本百言杂志 可能是在我睡末的时候 最欣慰的一件事的 致敬这位编辑的勇气 这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 尤其是文化艺术界的 新闻界仍然有些人在奋力抗争 如果你真正解锁编辑记者 以前也是这样 就是在江泽民 后几场的年代 你看新闻发布会 召开之前 都提前半小时到场 是吧 到场干嘛 就传过小道消息 全是开骂的 不过那个年代 好像只要你不公开发表 私下骂没事 现在我不太清楚了 那么 具有一些过来的人也 和先表然可以骂 但是有些场合 由他们的人举报 那就麻烦 没有举报了也可以 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他们这样讲的 但是你要公开发表 肯定要出事 因为这个杂志 现在已经出事了 我估计 可能 这个 秘书里也知道这个消息 消息了 一路小跑 报告菜鸟 菜鸟 一个高就飞到戏厅床前 为了显示效忠 伟大灵修一看这个消息 蹦着跳 说估计好抓人的 是吧 我不太清楚咱们选看 是哪个部门办的 估计肯定又要等一些 整数一些别人的记者 好在他这些文章 不是他们写的 都是他们 在报纸上摘过来的 对吧 摘过来 因为你这个封面 太形象了 太直白了 这个集中表达中国的 可以这样讲 中国老百姓的心神 随不翻 随不翻他这只大爪了 是吧 他指哪里哪里 变得黑暗 哪里没有前走 哪里是造人恨 是不是 人人都想把这个手给他斩断 那没办法 是吧 因为那个手掐着枪杆子 他掐着手铐子 东方都给你干掉了 再不就给你抛起了 送到监狱去 所以这个是 这是一件大事 那么就算是乳包子了 这是今年年终税委最大的羡慕 但愿中共国有没有什么 杀品评选 应该给他放着优秀奖给奖励 这是一条消息 再看另一条消息 也就现在中国经济完蛋 撑不下去了 你就想房地产是火热头 中共让银行接党接盘下 那这下一定是什么 老百姓击对银行 对吧 然后银行里面的老百姓的存款 这是贬值 你看今天刚才看到好多文章讲 都是经济形势 你看了以后 吓死人 你看有一篇文章讲 今年8万余家农家乐听开了 听关门了 中国这个行业撑不下去了 这是自由压任态发表的 说中国的消费场所农家乐 凸显大规模倒闭现象 以前有很多农家乐 仅在过去十一月内 就有7000多家农家乐 关门倒闭了 另外各地百货商场的消费寥寥无奇 就没人消费了 而各地的医院因为多种传染病爆发 所以人满为患 说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导致百业萧条 据洪餐网 还有这么个网 洪餐发表了中国餐饮行业 垂直领导领域研究者 有这么一个人 他做了研究 他说倒闭了8万多家农家乐 农家乐凉了 农家乐近年面临大规模倒闭现象 度烧流 度销流 吊销执照 这个超过8万家 许多农家乐近年人表示生意不好做了 消费者对农家乐的好感度降低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产品出品差 宰客严重 红质化严重 缺乏吸引力 缺乏专业管理 服务环境吃安被诟病 利益主客群消费频率低 营收旺旦季明显 其实这个大环境不行 你干什么事都一样 农家乐是其中一种 贵州曾经经经营农家乐的周先生 他告诉自由家电台 农家乐诞生超过20年 如今纷纷倒闭 其实原因并非因为品质差 可是消费者减少了 经营环境恶化 走 大家都没钱了 有一点钱等到留给医院了 好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也同样是讲经济 你刚才讲外国人走了 有钱人运了 上海机场 这个超冷清 刚刚看了另一条消息 它是新唐人报道 他说近日台湾 富产客里名义有这么一声 他说富产客非常有名性 正的一声 在脸书上切出一张图 他刚到上海去了 对啊 他说上海洪郊机场啊 超冷清 我们知道以前我去过大上海 更不能走就走迷糊了 为什么那个 我006年中监狱释放了 变成老土了 到上海一看这个上海这个机场 变得太繁华了 人又多 里面太大了 走一走走就找不到方向 那时候真需要别人来质疑 是吧 就是现在完了 说机场内许多店铺关门 顾客一场稀少 他写道 这是目前上海机场的常态 外国人走了 有钱人论了 真是难以置信 这是23年12月13号下午6点的 上海机场的第一航舍 他说他报道的时候吓了一跳 再过一个小时飞机要起飞 怎么人这么少 难道我成了倒数几个报道的吗 而且周围空空荡荡 这个郑医生啊 他讲的啊 说当天他达成的这个航班提前起飞 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飞机提前起飞 起飞的时候停机坪和跑到了内飞机 说没有啊 你别着急 如果习近平不下台 你看明年这事杀烟 啊 你就知道什么叫经济奔盘 按照郑医生表示啊 这次去上海参加活动 这个发现街道上行人不多了 许多商店都门可 门可罗雀 他把上海虹桥机场抛冷静照片发给上海的台上 朋友看 听我说这是常态 现在上海完了 回了很多上海人 告诉我老家 这个要上海完蛋 大上海要完蛋了 你说中国还能有什么城市繁华吗 那咱以前都知道是吧 连旅行几乎都到上海去走一走 是吧 南京路上走一走 现在完了 你说你上哪里走 到处是一片萧条 说在这位台上感叹 他说没有外国人的上海 什么叫上海 外国人都走了 都跑了 到处抓间谍 铁铁特务 跑街道争 是不是啊 你看现在香港搞成这个样子 台湾正在抵制 中共还有威胁军舰 航母 这个飞机都去了 不实在进行骚扰 习近平还要解放台湾 对不对啊 你就这个行事你怎么能好 说上海机场萧条 是中国经济衰退的一个缩影 说经历三年疫情风控清零 中国经济遭受重创 加上当局对外资企业打压 导致大量企业撤离 几乎外国人走光 中国的富人节省才 纷纷的抛离啊 说网传视频显示 上海普通机场内的国际专卖店 几乎全部关闭 一天那么多店铺都断天啊 是吧 全没有了 知名的餐饮也关门 红桥机场冷冷清清 许多店铺关闭 人员减少 我要告诉你 你等明年后年假如说老戏还在台上 你又看着做过啥样啊 你看这里有一张图 你看人家是就是这么讲吧 人家是现场目击的啊 可不是在这 在这这个变故事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是电脑上 有一个黑色框的广告 你挪都挪都不想来 他是送病毒了还是怎么样 大家看看啊 你看我这电脑现在真是麻烦 你看 怎么有这么大块挡着你啊 这都谁搞的你说 你这是水平 你这观点什么不好 这些东西啊 你看这有张图冷冷清清 你看 这机场变成这样了 那这到底也好 你去了以后特别的清闲啊 心情不一样 人太多了闹火 是吧 冷冷清清啊 最后不能这国家的人都跑了 最后就剩了西平带领带领六下野人 是吧 充分体现伟大领袖的这个特点 是吧 这是一条消息啊 这篇文章我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今天最好的篇文章就是老漫写的 什么呢 讲到现在的经济形势 人是用数据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篇文章近期我看到了分析中国经济最好的了 他说11月份的中国经济数据啊 如今大部分都发布了 一句话 还是参不忍睹啊 能在去年11月全国经济停滞的低级数下 这些今年11月份的所有数据通平 叫什么叫攀泄 插泄 这种本事有严重的失语感 甚至差点鼓起掌来 这里必须要说明是去年11月份正是全国前进大风控的顶点 绝大部分的一二线城市啊 每天的阳性确诊都上班 到处都是执行严格的封锁 说交通 物流啊 呃 机械全部停摆 说但12月突然转向啊 放开风控 就是习近平叫收放自如啊 说然后呢 联系两个月的全民怒结 所有的人集体发烧 对烧药一粒难求 也就是说呢 从去年12月到今年13月 经济基数是非常的低 要超越这些积极的基数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能够难度的 总不至于连那些人为的灾难 时期都赶不上吧 这老板讲呢 他说他举这个例子先讲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他说今年11月1到11月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46.08万亿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呢 竟宣称同比增幅2.9% 那么去年1到11月份的 这个 固定这个 固定总额是多少呢 52.0 52.0万亿 大家自己简单的出发就知道 如今的增幅是负 11.4% 他人啊 真有聪明的 老乡 速忙啊 算不了 你看人家也算出来了 注意这是一个负值啊 而最关键的民间投资 今年1到11月份是23.53万亿 然而中国国家统计局竟然也宣称 增幅为0.5% 也就是基本持平了 我们还是处理一下 去年1到11月份的民间投资规模是28.41万亿 算出来的结果实际是-17.2% 看见 我要告诉你们 这数字全都是假的 就是你17.2比这还糟 实际上还有水分 但是10月份当月 固定投资呢 固投规模为 414405亿 他同比呢 去年10月份的48580 4858 48,584亿 增幅是多少 付14.8% 而最关键的民间 这个投资 11月份 11月当月是19,404亿 同比去年10月份是25,696亿 增幅为-24.5% 看明白了吗 说今年10月份的投资规模不仅在延续的跌市 而且呢 相对去年的10月份跌幅还巨叠放大 考虑到去年10月份全国封 封空的现实 我们甚至无法理解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 这要把全国人民逼到多么绝望的程度 才能让老百姓呢放弃投资 以至于10月份当月的民间投资 可以同比减少四分之一 他是这样分析的哈 而房地产数据的方面呢 泡沫在坚定的继续破灭 10月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7931万平方米 同比去年10月份的1071万平方米 降幅是20.2 必须时刻提醒各位 他说2022年的10月非常的凄凉 大部分瘦楼部都关门 强制关门 因此呢22年10月的商品房销售数据 就已经很惨了 再往前一看一年 2021年10月 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呢 是1090万平方米 也就是说呢 商品房的销售面积 两年下来已经要斩了 今年7月份以来啊 国家规出的所有房地产思潮的刺激 政策 可以说全部都失败了 你看 就是习近平一点招没有了 所以现在把这个李强 就当成一个悲果侠了 是吧 推到李克强身上也没用 李克强也死了 对吧 就再来看这个货物外贸出户的数据 老漫又举了他数据 他说今年以来 那由于呢 海关不停的修改阅读技术 导致数据失真了 现在的数据已经不能公开公开发布了 就是靠那 首席数字观 就一个单位啊 我们就设一个人 均整特线 只有您对外发布数字 这个数字听谁的 要听菜鸟的 中央统一布置 不说的啊 要数字观是干嘛 就干这个的 所以今年以来的出口数据必须这么看 他说使用累积数据进行扣减 比如11月当月的出口数据 必须使用1到10月份的出口累积数据 减去1到10月份的出口累积数据 才能算出来 具体的讲说 海关当局啊 宣布今年10月份的货物出口数据 为2919亿年金 总比增长了0.2% 扭转了近年来的下行趋势 他说老漫二两生 他都不相信 我们需要按上面的方法来计算一下 1到10月份出口累积规模是 307474亿美金 1到10月份数据是 27920亿美金 这么算出来的结果是 10月份实际出口规模是 2854亿美金 使用相同的办法 算法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来的 去年10月份的出口规模是 2947亿美元 这意味着今年10月份的实际出口 规模 依然下降了3.2% 其实这个数字也是含水分的 比这个严重的多少 我跟你讲啊 经济已经完蛋了 这里必须不厌其烦的提醒 老漫讲 去年10月份 很多港口都处于封锁状态了 比如深圳 深圳港啊 连人都不虚击 北来就处于委屈的状态了 再往前看一眼 21年10月份的出口规模是 3254亿美金 这才是正常的事 10月 北来就是中国传统的 出口最火的月份 要赶欧美从百恩节一直 持续到圣诞节的过股期季节 就这个是最忙的时候 现在中国跟欧美的关系 已经到了冰点了 完蛋了 正在走向极寒 所以呢 11月份的出口交 2021年的正常值 下降了12.3% 其实数字也是个假的 这边更严重啊 其他的数据 现在就无一列举了 这篇文章最后告诉大家 很快到年底了 等到了明年1月份 2023年的全年数据出来以后 咱们再做一篇文章 详细喊 二三年中国经济增长的 演变过程 从一季度的短期 短暂复述 到4月份轰然倒塌 7月份无奈之下 发布几十份 大喇巴救世的政策 创造了很多新的口号 最后到了12月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决定赌账所有的人最怕 今天就靠撒谎 叫江浩送我故事 你没看周全不同的开会吗 对不对 说在整个的过程 非常有意思的事 也非常的荒诞 恰是应验了近期 多才网友的一句直破天经的话 叫史上调话 狗死的史上调话 那么经济形势将导致什么 导致正确的不稳定 老百姓找不到工作年轻人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社会动荡 动荡就引来了什么 刚才那只大手 穿那个衣服是长城专做的 跑前一只银 是吧 人们是只能掉进万丈天涯呀 所以中国现在形势非常的危机 习近平肯定要加强了一个是军队 这个军管 一个是警察 是吧 警察治国 抓 越抓社会毛病越近 这类 那么实在挺挺不下去怎么办 习近平就可能走偏要打台湾 完全可能 或者在台海 打不了台湾 不敢打台湾 不敢打日本 这个打一打飞兵也行 所以现在飞兵 飞兵和中国的局势非常紧张 这习近平实在是没一招了 有可能挑起这个战争 也可能在什么 在人民群众的抗议生存 这内乱当中啊 习近平政权倒台 我们拭目以待吧 因为今天那个 大家看那个大爪的时候 渗出来了是吧 这爪子的杂志挺开的 大家不要忘了 你挺开的 你这个爪子不是还在那置疑 只要你这个爪置疑的话 我相信中国人民没有前途啊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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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